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可以趁现在刚刚开春 可以给南花用上一些这种快速生根粉 来促进南花的新根快速的生长 让它长出来的根又多又壮 那么就有花有反应 自己在使用快速生根粉的时候 效果不太好 那么就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想要让快速生根粉起到最大的效果 那么大家在使用时候有三点 一定要注意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使用方法 我们使用的时候 这个浓度一定要按照这个说明来使用 那么一般我们都是采用灌根的方式 灌根的方式的话 我们对水稀释一定要是在1000倍到1500倍 这个浓度大家不能够随意的更改 以免造成这个触根效果不好 先将它与清水按照比例对水稀释之后 给这个南花进行灌根就可以了 那我们大概就是10天左右使用一次 那么大家要注意使用的次数不能够过多 我们在整个生长期使用两次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使用的次数过多 就会造成植株根系老化 对它后期的生长不利 那么第二点就是使用的时机 大家一定要抓准的 一定要在南花它的生长初期来使用 也就是现在刚刚入春 它刚刚开始冒新芽 这时期就要给它进行处根处理 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它长根的阶段 这个时候使用的话可以让它快速的长新根 当然也可以在给南花进行换盆移栽之后 重新栽种的时候 再来使用也有应于根系的快速生长 那么这就是使用的时机一定要抓准 第三点的话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配合有充足的光照 然后盆土适当的控制水分 这样的话对于它长根更为有利 因为充足的光照可以让它进行光合 就用积蓄更多的光合物质 那么可以让它的根养得更加的粗壮 而控制水分的话是因为肝长根湿长液 在盆土相对干燥的情况下 这个根会长得更多 但是盆土不能够过干 过干是不利于蜘蛛的生长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好 所以大家在给南花使用这个触根剂的时候 把这三点给把握好了 那么这个触根剂才能够达到它更快更好的效果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